大家好,Esther到 今次介紹港鐵宋皇台站的車站指南 也是2021年6月版本 通車之後就生效 今次就... 不太清楚是哪一邊的堂樓 始終在九龍城和碼頭沖那邊 我猜是碼頭沖那邊 不知道去拍哪一邊的樓 一隻是淺黃色 街道圖 這個應該是城寨的公園 對,開放日就是這裡出入 其他都關掉了 這裡是出入 這裡進 看得很見到 跟啟德站一樣都是 未發展的空間 所以那個站都可以超大 這個是什麼來的? 不太清楚這塊是做什麼 C出口就... 應該... 一段時間都還沒興建 地標吧 兩間酒店 在這裡學校比較少 土瓜玩比較多 土瓜玩比較多 20號 對,在這裡 所以都見過車站和那個 城寨公園 城寨公園 差遠 沒有距離 服務時間 一段時間 接著是查詢 車站熱線不知可行不可行 也是 行動不變成客進出車站安排 除了炮台3 沒有在地面下大堂之外 其他都可以了 這就是車站結構圖 跟啟德站的相似程度 只有越台似 大堂的通道完全不同 在AD出口 就是這樣 形狀怪怪的 A出口 我原來突出來 就是A出口 這樣斜上去 難怪 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斜上去 那裡整個空地 不知道規劃了什麼 看B出口 都縮短了一些距離 要不然真實 應該都不夠偉人 又是用真千九 接著鐵路1.9的路線圖 至少就是2021年下半年的路線圖 下年不知何時才開東鐵過海 沒有人會叫東鐵沿線 我看到簡稱仍然是用以前的工程名 藍筆線 現在就跟開通前的版本做過對比 最後一次西鐵路線圖 我最想看的比較就是 航陷 不要這樣打環 就是一個站點 它現在比較斜 何文田 原本斜了下來 它也變平 其他應該一樣 在這裡吃了西鐵的路段 啟得日養 對 不知道要多久才 習慣一條啡色的西鐵 清單都沒有了它 對了 然後呢 那一份東西就是這樣 是時候看看一個 超簡單的層層墊模型 那這次送王台站應該是全條線最基本的車站 對 因為 啟得有側線 顯徑站有翻闖路軌 賀文田轉石山轉車站 全都是轉車站 再加吊車軌入這個列車庭房處 土瓜環站就兩層側飾月台 變相得這個是最基本 一個 前後都沒有吊車軌的倒飾月台 車站 對 對 先往前門的一號月台 而且在啟得 暫時仍然清殺客 到時開通了就要再客 然後來這個站 上落客 然後走去土瓜環 那我看地圖應該一離開那個站 已經開始 上落 然後 重疊 對 好像一離開那個站 已經開始兩條老鬼重疊 相反 在土瓜環站來的列車 就進入二號月台 在這個站開始就會用 馬鞍山線屯馬線一旗的 又上左落方式行駛 上落後就走 去啟得 現在測試期間就去啟得 喜載 今次這份東西的介紹就到這裡 這個站超容易搞 喜歡就like記得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